嗨,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的谈天说地 来到我们的第一篇 就是夫妻篇 夫妻在一起 是人间最混大的缘 也是莫名其妙的缘 两个巴嘎子打不着的人 相遇,插出火花 定下终身 成为世上最相爱的人 生下与他们有血缘关系的孩子 一切人伦和家庭就从这里开始 许多夫妻年轻时还好好的 苦也走过了 乐也走过了 可是到老来却水火不容 或许当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不注意不再需要彼此了 当年纪老了 彼此不再需要了 或是有一方不再需要另一方时 就出了问题 年轻时夫妻各忙各的日子还算充实 但是年老了 每天闲在家里无所事事 想聊天嘛 却也没有话题聊 如果没有什么兴趣爱好 就可能大眼分小眼了 所以很多夫妻到老 人虽然在一起 心却越走越远 男人嘛 就喜欢去到古比调 跟朋友一起 谈当年有啊 想当年啦 觉得这样子更有意思 女人嘛 你觉得跟一群老姐妹一起 谈天说地说八卦 更有趣味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问我 这种情况下该怎么走下去呢 我的浅见就是说 好不好 老夫老妻 我们往后看 也要往前看 往后看 就是说 看一看你们的孩子 看一看家里的每一样东西 想想这东西是什么时候买的 是不是在一次旅行当中 是不是在你们 逆业的时候买的 跟老板一起选的 还跟老板一起讨价还价值的时候 杀了一个家 两个人高兴一起买的东西 还是这个家具 是不是在那个时候 两个人合力 懂枪懂枪搬回来的呢 其实啊 家里的每一样的东西 都可以有纪念的价值 可以回味的 更无价的纪念品 是你们的孩子 没有爱情 怎么会有孩子呢 就算以后 我跟我的老头子都走了 我们的孩子还在 回忆让我们肯定过去的岁月 那往前看什么呢 就是亲爱的朋友 想想 彼此老夫老亲还有多少年 如果剩下十几年 有什么好计较的呢 眼前的人或许很快的就走了 自己一个人留在世上 或许自己先走 把老板留下来 情何以堪啊 想想 如果对方先走了 已经睡了十几年的床 半夜醒来 伸手过去 空了 再也追不回了 会是什么样的滋味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让我们往后看 也往前看 因为往前看 真的是来日不久了 只有把握现在 才是最重要的 朋友们 珍惜眼前人 把握现在 让我们年轻不老 老得年轻 我们下一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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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